非常有意思 娱乐家庭要带你来关心的是 台湾最美欧巴桑 陈美凤 美凤姐怎么会沦为范菊妹呢 最美的欧巴桑 美凤姐了 博沙开身V展现性感事业线 无论身材或脸蛋 都看不出来陈美凤已经61岁了 没想到美魔女却被当成了范菊妹 小凤凤娃啊 电子飞着飞去出外景 做直播 上节目 这回是收到前往印尼表演的邀约 陈美凤原本准备工作间散心 没想到询问细节 对方说没有舞台 是在一个富豪的生日派对上唱歌 在一个非常大的房间 然后请了乐队 还希望陈美凤能再多带两个女明星 会不会唱歌没关系 漂亮就好 这下他才恍然大悟 立刻请经理公司婉拒邀约 陈美凤也公开私讯 对方还强调都是雅家达 非常有名望的富豪 陈美凤也展现高EQ 表示不会生气 觉得有趣 竟然被当饭局妹也是醉了 让不少粉丝大赞 还好她急紧看破对方意图 也说台湾最美欧巴桑 果然依旧美丽十足 三轩一向消息得不到 这中间有什么误会呢 误会可大了 连美凤姐都觉得她都醉了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美凤姐这几年 她蛮常到东南亚去演出 包括印尼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因为我们知道美凤姐 是秀场女王出身 所以她接到这个邀约的时候 因为是朋友的朋友 所以她也蛮相信对方的 都答应了 还真的当一回事 那因为讨论到 应该是商演 不是吗 商演 商演 所以她会跟对方沟通说 那你希望我穿什么衣服 要唱什么歌 因为有时候邀请的这个主办单位 比方说是慈善一言 或是什么活动 都会有一些指定的群 可对方竟然说 不用 不用 不用啊 那你舞台有多大吗 没有舞台 我的天哪 没有舞台那我在哪唱 所以刚刚在那个影片当中 新闻影片当中就提到说 原来对方是说 要她去参加雅加达的 一个富豪的生日派对 其实啊 关来 有很多大明星会去参加 富豪的派对 也没有什么 只是接下来的要求很奇怪 很暧昧 为什么 她就说这个生日派对 你其实只要表演两首歌 唱什么没有关系 不过可不可以再带两个女明星 那就怪了 你找我去商演就好了 把美鳳姐当妈妈桑了 她说话得太奇怪 而且还加两个漂亮的女明星 对 重点来 她说这女明星 不会唱歌没有关系 要漂亮 要漂亮 重点说三遍 那你就知道这是怪怪的嘛 一定就是饭局 所以美鳳姐才说 什么啊 把我当饭局妹啊 真的是醉了啦 虽然是一个大误会 但你也可以感觉出来 虽然美鳳姐61岁了 对不对 她当年到现在的封号叫 人家身材还是很火辣啦 还是很性感 所以这个富豪可能希望 她的生日派对上 能够出现这样的性感女神 好 不会有人找到美鳳姐 年轻刚出道的模样 说真是美呆啦 而且跟现在没有太大差别 阿关你知道吗 美鳳姐是怎么出道的 她是19岁那一年参加 这是她刚出道的照片吗 对 比基尼 她当时有拍个写真集 很美对不对 好辣喔 所以他们说这是 台湾本土版的公责礼会 而且以她当年 那个年代 大部分的女艺人 都要长得白白的 然后皮肤能够细细的 她走健康路线 可是她走的是健康路线 而且她是小麦色 那她是怎么出道的呢 她是在她19岁 也就是距离现在42年前 她才来的这个照片 放大画面 参加了当年的 毛衣皇后选美大赛 那个摘下皇冠的那个 摘下皇冠的那个 那是哪一个 头上戴着皇冠那个 有没有 头上戴着皇冠 中间那个 有看到了 头发还绝卷的 中间 跟现在没有太大差别 美鳳姐 中间这个 有没有 头上有戴着皇冠的 毛衣皇后 那一年她19岁 很漂亮 很漂亮 那因为呢 这个毛衣皇后选美 也让当时 友台的一个总经理 看到了美鳳姐 所以就把她 签在友台 一开始演戏了 慢慢她也有出唱片 然后有主持这样 所以这样子 踏进了演艺圈 到现在已经42年了 她也是秀场皇后 厉害得很 好 我们来看 过去美鳳姐在秀场 到底让人有多蜂蜜 你说你是爱我 爱得珍惜 爱得哭 做爱的生活 不用卖了我 保持爱的人 记忆一点美丽 但是 我一直记得你 的缘缘 但是 我们要去 感受到你 希望 我能让我 还是把自己 这一切都是因为 爱得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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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说有啦 你来看吗 这两台没跟你说 他说要比较联合 比较联合 你怎么没看 要比较联合 不怎么联合 你補轔的 要怎么联合 我知道你 你就要上班了 我就没同联合 对啦 对啦 他就知道 他就在冬天 就在冬天 那家里有什么关系 冬天、冬天、冬天 那家里有什么关系 你叫我住 你别这样闲 你 站起来啦 好啦好啦 去啊 去啊 你不能扭 我扭到我 我批 是啊 你会批耶 批这啊 你怎么会批 哎呀 我怎么会批 你怎么会批 我怎么会批 我批 我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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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没什么变 是啊 美凤姐长得这么美 身材要这么性感 但是呢 虽然不虽然 其实她一路走来 情路也蛮坎坷的 你看最近讲到 在美国打官司 美凤姐就很有经验了 为了她跟David这个官司 她也是耗了很长的时间 所以美凤姐呢 有一个名言 大家女生也都记在心里面 叫什么 宁愿相信世上有鬼 不要相信男人那张嘴 对不对 好 这不是美凤姐的名言 这应该是全台湾 对 对啦 好 这是台湾的公责礼会 我们来讲讲美凤姐的闺蜜 是台湾的玛丹娜 这个人也厉害了 这个是谁是 蓝星梅 记不记得 这个颁奖典礼上 金钟颁奖典礼上 这两位 对 这已经火辣到大家喷鼻血了 所以真的要放大画面 让观众朋友看一下 要放大 一定要放大 一定要放大 为什么呢 你看一下蓝星梅的那件衣服 已经透视到 大家真的喷鼻血了 很多人都在问说 那件衣服拿鼻血 我跟她一句说 她穿的那件衣服 大家眼睛没有办法 离开她的胸部 不好笑 就是因为大家眼睛没有办法离开她的胸部 都忘记了 其实新梅姐戴着香转的老花眼睛 很有意思 这一对台湾最美的美魔女 新梅姐今年也52岁了 过去她真的有台湾马丹娜的封号 各位记不记得她的专集 农妆摇滚 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见 她早期的歌都非常畅销 很多女生都把她当偶像 因为她走的是青春活泼的路线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画面是 因为新梅姐 好 画面来一下 新梅姐这几年 她为什么在这个节目上 打了林心如意巴掌 厉害了吧 是真打喔 是最近的是 是真打啊 没有座位啊 因为这几年 我们台湾马丹娜的封号改了 你这个不像不像 她叫什么叫教主 那因为她姓蓝 所以她叫蓝教主 所以她现在新的封号叫蓝教主 对 为什么呢 她蛮犀利的 这是在新梅姐自己主持的节目 那林心如去上这个节目 就聊说 这个演戏要怎么演 那这个桥段就说 我们就来演一段呼巴掌 新梅姐就说 其他人就说 那借位就好 借位意思就不是真的打 蓝心梅说 怎么可以这样 演戏就来真的 所以我们的教主就啪 一巴掌就给她下去了 打下去的时候 你看喔 你真的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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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不出话来 这一段很经典 也可以感觉得出来 我们新梅姐这个气势很大 而且我们说真的 观众朋友看到这个画面 你知道综艺节目 我经常NG NG再NG 书定 你看到这个画面 在现场 已经打了十几巴掌了 有可能 很难讲 是 来真的 真的 Hermes Hermes也是H牌 我说的是 都是H 但是真的差很大 我说的是 他坐在后座的时候 因为 你知道 不舒服 那是你 你会直接吐在朋友车上吗 当然不会 不好意思 朋友刚买新车 你给人家吐在这里 虽然你可以给他清洗费 但你不好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光光拿来 打开 哇 吐在他三十万的薄金包里面 薄金包变呕吐包 可是我觉得这样很有义气 我宁愿吐在我的薄金包 我也不要弄脏了 我的朋友的车子 这是一个 但是还有进化版 新梅姐又说 她家里养了狗 她很爱她的狗 有一次她的狗狗呢 她的狗狗会发脾气 只要蓝新梅晚回家 她的狗狗就会 一直要撒娇 怎么撒娇呢 就会尿在她的薄金包上 那各位 刚刚那个呕吐的薄金包 是三十万嘛 这个给狗狗尿的这个薄金包 是一百万 她不能把薄金包放高一点吗 没有 她 新梅姐说她回家 看到狗狗正在尿尿 对不对 她没有把狗赶走 她就让她直接尿完 她说她担心她还没有尿完 所以她就宁愿让她在薄金包 把尿尿都尿完 她再把薄金包清理走 所以狗是比薄金包重要 朋友的车比薄金包更重要 那话说回来 刚刚讲了她的那个闺蜜说 宁愿相信世上有鬼 不要相信男人那张嘴 对不对 那新梅姐说什么呢 很多女人都这么说 真的 但新梅姐更霸气 不需要男人 男人是麻烦制造机 厉害了吧 她说过一句 也很有意思的话 她说 干嘛嫁入豪门呢 我自己就是豪门 多霸气啊 是不是